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的故事 而他所代表的东西呢 就是以中共病毒作为核心的概念 中共病毒贯穿了整个2020年 是由习近平那边习是中共所代表的一切 把整个人类社会穿成为一体 成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他真正起始的时间应该是2015年 也就是说在2015年 在习近平到了美国之后 跟奥巴马有了接触之后 他们之间结成了某种真正的 真正的协议 你可以叫协议 奥巴马要仰仗 今天要仰仗习近平背后的中共 那习近平个人的 习近平个人的那种 怎么说呢 自卑与自负的东西 要借助奥巴马来称霸全球 其实这是真正的中美之间的 恶的势力联为一体的根本 2015年中秋节 2015年中秋节 他打破了曾经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 所看到的一些规范 和看到原来的一些规矩 所以他就今天在五年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一份的相当的邪恶 相当邪恶 恶的势力 如果你按照天主教的 你看到那些天主教的人 对拜登就像除魔一样 我们昨天有期节目跟大家解释了 要重塑他的灵魂 其实就是魔鬼来的 那谁都知道 这件事情的背后 他的生命的根本 在奥巴马身上 生命的根本是从奥巴马那儿 操作转移出来的 那你说奥巴马为什么是那样 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总统 独一无二的总统 这往下说就没法说了 人家又牵扯到各种说法的歧视 对吧 咱们这个各种的歧视 都是歧视的说法 都是相当邪恶的 我不开玩笑 一方水土一方人 一方神平神明 每一个人 这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 都有着神的背后的因素在其中 通常在人身上 我们把说这个人具有神性 或者说具有灵性 这是一个我们通常的说法 一个有神性 有灵性的人 他怎么叫被歧视呢 所以凡是谈到歧视的概念 基本都是自卑的东西 那自卑 是因为当事人 在他的现实环境中 他在肉欲上得到了伤害 从而产生了自卑 所以拜登从一开始 民主党一开始 就借助中共病毒 以死亡的方式 威胁着所有的生命 然后把自己扮演成是拯救者 今天在欧洲 在加拿大 在今天的美国 充实着一切 有人把它叫做世界新秩序 世界新秩序 哪来的 就是我们曾经看到过的 天主教的 梵蒂冈驻美国的第三任大使 发出的警告 叫黑暗之子 黑暗之子 吞迟今天的美国 以川普为代表 要置川普于死地 从而在人类社会中 建立人类共同体 习近平管他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因为他想做主 那在西方叫做新世界秩序 一个道理 以什么为代表的 WHO 你看看WHO这次的概念 与魔鬼同流合污 WTO 把魔鬼与美国 联为一体 穷人更穷了 人们的生活 完全被管制 被编制了 今天在美国 在加拿大 在英国 德国 法国 全都是关闭的 为了每一个人活着 那当权者 把人们全关起来 所以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人类到了 完全实际是被摧毁的过程 人说 为什么叫被摧毁的过程 里面有真正的历史的因素 这一说又有人说歧视了 真的 又有什么 报复 来自天地间的 恶的势力的报复 人类远离神 将像动物一样 垃圾一样被处理 今天就是 你看看加州 你看看纽约州 你看看纽约市 但大多数人呢 他又反应不过来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又没办法 所以在美国的大选中 死亡 金钱 是贯穿在一起的 腐败的人 为了钱 以死亡的方式 威胁着整个人类 他在被神背书的土地上 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解释 中共病毒用死亡威胁着所有的人 然后拥有权利与金钱的人 来压迫着这些人 迫使他们接受今天的现实 人们被关在家里 一月多 他好像一夜之间大概 转了 就成为世界第二大富翁 你看看他长什么样 现在 你说那是人 还是中国人说的 背后是妖精吧 不开玩笑 所有这些 在正常人的生命眼睛里 看到都是异类的变化的时候 是今天最得宠的时候 人没有任何办法 人战胜不了共产党 只能与神同行 那神如何出手 人不配知道 这是今天的现状 而人能看到的就是死亡与金钱 昨天川普接受美国联邦总务署 总务署署长的要求 也不叫要求了 开始把联邦政府的所有资金 和相应的一些权 相应的一些设施设备 向拜登团队移交 这是一个很大的标志咯 对很多人来讲 觉得完全接受不了 那是川普失败 对不对 很多人解读成 这是川普放弃权力 就是准备认输 跟大家分享川普 昨天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发的推文 他首先感谢叫GSA了 他叫联邦总务署 如果中国人说呢 很简单 后勤部 他管理着联邦政府的 整个联邦政府的采购 在全国大概有八千多栋房产 然后大概在联邦政府中 不到三十万辆汽车 所有的办公室 办公用品 就是办公用的 后勤部嘛 总部 你们家那椅子 你办公室那椅子 丢了个钉子 你到总部 我那丢了个钉子 甘蔗市 他不是权力的交接 但他是一种形式上的接受 这个必须要说清楚 对不对 他不是权力的交接 是形式上的接受 白宫 没有给总部 总部处 发表 就是发布命令说 你可以接受人家 进入联邦政府 没有 仅仅是媒体认证 如果是媒体认证 川普被迫接受 这叫政变 被迫的形式接受 这叫政变 这是政变 为什么政变呢 莫非 这是总部署的署长 他在过去的时间里 一直在坚持 没有法律上的认可 我不会转移所有 我不会向你转移 跟你转移这些办公用品 和拨给你相应的款项 昨天晚上他拨去 730万美元 供拜登团队来使用 在司法程序上 没有 所以这是政变 政变的基础 莫非 总署的署长 个人 透过电话 短信 和他的email 他遭到了死亡的威胁 他的家庭 遭到了死亡的威胁 甚至他养的狗 也遭到了死亡的威胁 那作为今天的美国总统 他没办法向莫非 提供这样的安全保障 你要听明白了 今天的美国总统 没有办法向莫非 提供安全保障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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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